瑞芳矿场保安中心早期在矿业发展时期 是维护坑道、环境设施和医疗照护等重要角色 如今随着矿坑停采、没落 保安中心也转型成矿业文化推广教室 今天举行揭牌仪式 包括经济部矿物局局长、瑞芳区长、里长等人都来共襄盛举 也希望借由这矿业文化教室 能带给民众更多矿业知识和早年的风华故事 随着时代变迁 瑞芳中心的功能会兼着改变 我们改变的时候 因为新平息的工董事长在我上任的时候来矿物局拜访 他告诉我 其实瑞芳有非常多的煤矿值得做文史的增长 我们就开始成立工作圈在105年 成立一个工作圈 透过六次的专题演讲 还有很多的工作会议 我们慢慢地形塑出这样的一个环境 矿业文史的这个教室 那我们相关的预算呢 除了我们自己的预算以外 文化局也给我们很多的预算 那今天是一个很标准的里程碑 因为瑞芳中心在瑞芳地区 它在整个的旅游交通的锚定 有一个锚定作用 因为它在火车站的附近 那我们期待就是来参观整个瑞芳地区 能够把矿我们的瑞芳中心放在里面 矿物局局长就说 早期瑞芳地区有很多矿场 因此成立有矿场保安中心 主要工作是维护矿场和坑道安全 及矿工照顾为主 但随着时代变迁 目前已经没有矿场运作 保安中心也转型成矿业文化推广教室 并将珍藏台湾矿业重要的史料 数位化后呈现给大众 目前大概观光科非常多 那其实大家对地方的一些矿业文化 其实不是很那么了解 那今天矿物局非常用心 把这个地方 其实在矿业上面一些 以前采矿的历史背景因素 还有一些地理条件 都放在这边可以让大家去参考 那其实游客将来这边来参访 可以更了解这边以前的采矿文化 让整个文化可以继续传承 瑞芳区区长表示 瑞芳早期矿业发达 有许多珍贵的矿业文史遗留下来 藉由矿业文化推广教室的成立 让世人可以一窥采矿的神秘面纱 欢迎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解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